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这两天大陆出现了一个很离奇的通缉令 都知道通常对人进行通缉 都会说明他们犯了什么罪 但是这一次大陆的公安在通缉这几个人的时候 只是说他们是中犯 却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 这一件事非常诡异 非常值得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也在被通缉 我和张宁被通缉的罪名跟刘晓波一样 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而且我们比刘晓波值 献红一百万 但是刘晓波没有 因为共产党对他可以直接抓人 不需要献红 而且这宗离奇的案件 是在事发49天之后才公布通缉 他们公布了五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 说他们涉及到一宗很严重的刑事案件 但是没有说这五个人所犯何事 但是大陆却在疯传 说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劫富济贫的团队 把一个高官全家灭门 而且洗劫了他们的家 把家里的财产全部搬走 能搬走的东西全都搬走了 因为在很多时候 大陆的贪官的那些赃款就放在家里 只要你进到他家里 把他的家人绑起来 就好像八仙饭店一样 保证他什么都会交代出来 地下室里有两亿 你拿去吧 千万不要杀我 所以现在的中国估计会有一个新兴的行业 就是罗宾汉 或者是以前的怪侠一支美 专门劫富济贫 因为中国人等了这样的日子很久了 现在终于有中国武侠出现了 就像我们以前看过的七侠五义 五义是现空岛无数 七侠是南侠展昭 北侠欧阳春等等 这一次警方过了四十多天才公布这件事 所以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五个人分别是张志豪 冯龙 赵俊庆 张鹏飞 景卫卫 咸阳市公安局在九月五日公布了这五个人 奖励人民币一万到三万 让大家去举报 问题是你想让人举报什么 他们犯了什么罪 这宗晚了四十九天的案件 让很多人马上有很多联想 现在流传的版本 是说他们在七月十九日犯案之后潜逃 先讲一下这五个人的资料 这五位大侠的第一位是张志豪 南 37岁 河南登峰人 户籍地址是西安市雁塔区 金帝湖城大静天眠小区 冯龙 南 29岁 陕西林游人 户籍地址是陕西省林游县九城公村柳树园祖十六号 赵俊庆 南 辽宁东港人 户籍是辽宁省东港市以原镇早山村南原投足 张鹏飞 南 29岁 陕西巡艺人 户籍地址 陕西省电一县土桥镇新庄子村一组 景卫卫 南 33岁 陕西白水人 户籍地址是渭南市白水县摇河镇汉寨村四组076号 五人之中有三个陕西 有一个是河南人住在西安 还有一个是辽宁人 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类在大陆组成的团伙在将来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失业率高起 而且有很多人感觉到不公 现在有很多电影让大家看完之后会非常兴奋 例如有一部电影叫做绑架王岐辉 还有那些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题材的电影 你如果在中国去一些高官的家里去洗劫他们 你马上就可以发大财 而且在很多时候 那些高官都不敢去报案 被人劫了就算了 因为他们的钱不能让人知道 你敢去报公安说我被人劫走了两亿吗 这样有可能他第一时间自己就会完蛋 因为连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那两亿是从何而来 所以很多人都会哑巴吃黄脸 而且他们有99%的人本身就不干净 回头来说这份通缉令 公安方面表示 请广大群众积极协助击捕以上犯罪嫌疑人 发信线索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但是却没有说这几个人干过什么 只是说他们是重犯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告诉广大群众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事 警察在悬赏之中只是说严重刑事案件 当然 刑事很多时候都是以命案为主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这一回相传的是陕西咸阳的一个高官 而且是县义官员 但是到底有高级 不得而知 因为没有公布 估计是被人劫走了家里的所有财产 以及全家被杀 这件事在大陆已经传了几天 说是一宗灭门事件 当然 有很多人在第一时间 就向这五位人士表达祝福 希望他们能够安全 不要被抓到 又或者是希望他们可以继续这么干 在全国范围内多洗劫几个高官 想知道哪个高官住在那里 其实非常容易打听 很容易就能得手 在这些高官没有出事之前 没有人会进行太高级别的保安 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多干几宗 而且也希望全国可以多出现这类出监队 劫富济贫的侠盗 现在中国人等待的就是这些人的出现 当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力量越来越大 势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慢慢就会变成瓦钢寨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梁山根本没有用 因为最终守招安投降了 你们要变成瓦钢寨 最终把政权推翻 就算不能够推翻政权 每天去杀几个高官 让他们害怕一下也不是坏事 当然 在高官当中也有一些是坏事比较干得少的 但是他们可以去挑一些专门干坏事的高官来下手 例如拆迁板 城管 公安等等 专门去挑这些就肯定没问题 但是估计任何一个党官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随便挑都不会挑错 这件事在内地引起了很大的回响 大家最期待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人们已经等了很久 这几位人士一定要心思缜密一点 不要那么容易就露出破绽 不要那么轻易就落网 因为你们存在的时间越长 对于这个政权 对于这帮贪官污吏 对于这帮站在人民头上 作为做父的人渣败类来说是一个震慑 为什么孟加拉会成功 就是因为他们去把那些有份镇压的警察灭门 那些警察被吓得尿了一地 结果整个孟加拉首都打卡的警察全都跑路了 所有人都在逃亡 带着家人一起走 没有人再敢去接受镇压的命令 所以你要真的让他们害怕为止 不能够单方面要我们人民去害怕他们 一定要他们反过来害怕人民 不然的话你会永远被人骑在头上 被人踩在地下 所以我希望这宗案件能够继续有下文 希望他们可以多做几宗 穿舟过省道不同的地方 多做几宗案件 但是现在到处都是监控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你们已经全都被人曝光了 这一点比较难处理 可能要稍微化一下妆 贴胡子一绒等等 不然的话四处都是人脸识别 会非常难搞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